于先生,你那个案子有结果了,2005年著名的新东方创始人于敏洪,接到了北京市警方打来的电话,听到让自己耿耿于怀多年的案子,终于有了结果,于敏洪特别开心,赶忙跑到了派出所。 当警察告诉了,当年绑架他的凶手的生平时,本是受害者的于敏洪却长竖了一口气,说到看来,我还是够幸运的啊。 而这就要1998年,绑架于敏洪的凶手张北说起了,1993年张北从从一家监狱里刑满释放,之前他因为私藏枪支,被判处了一年劳动教养, 但对于张北这样亡命之徒,进监狱并不是改造,反而是精进自己的犯罪技能,在狱中,他认识了几个,和他有着相同想法的亡命之徒,几人约定出去之后,好好做一番事业,张北出狱后,立即凭借李英外合的关系。 很快通过非法途径,购得了一把手枪,在之后相继与其他四人会合后,他们正式组建了一个犯罪团伙,1994年春伙伴们寄予了一个开面包车生意的男子,刘某一天, 他们假装是去县城搭顺风车的农民,刘某好心地让几人上了车,上车后,张北趁刘某不备,突然拿出针管,将一大计受用麻醉剂推入刘某体内,药效发作很快,刘某很快便失去反抗能力,神志不清。 歹徒们将车开到偏僻山区,将以毫无知觉的刘某,扔入山间一条暗流湍急的河中,任凭刘某挣扎,也无法逃脱被活活淹死的命运。 随后,几人又将刘某的面包车开去卖了,获得了二十多万元的非法收入,捞取了他们沾满鲜血的低桶金髓,后几人又抢了几单, 很快几人就获得了三十多万的赃款,在获得了巨款的之后。 几人也决定金盆洗手,几人在北京郊区租了一块地,开启了度假村,在这个度假村,新东方的学生们寒暑假严血,是他们收入的大头,张北也由此,了解了新东方创始人于敏洪,最开始张伟他们指示钦佩于敏洪, 可以把生意做得那么大,是个有能力的人,但很快事情就起了变化。 1995年,新东方出于严学的需求,一次付了二十万的租金,课程结束后,会计核算租金一共只用付十七万,于是便向张北讨要剩下的三万块。 但这个时候,张北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负债,那二十万早被拿去还钱了,三万块钱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,于是张北便和于敏洪打了个电话,希望能够还几天,还什么缓不缓的,合作那么多年了,那三万块我们就不要了。 电话那头,于敏洪的爽朗震惊了张北。 也让张北对于敏洪十分感谢不过,后来度假村经营不善,还是倒闭了,五个人只能一起商量着重操就业,就在几人商量作案计划的时候,张北突然想到,自己的老主顾于敏洪是个十分有钱的人。 虽然于敏洪之前帮助了他,但张北这样的犯罪分子,可不会讲一点人性。 1998年,张北带人对于敏洪的住所,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踩点监视,摸清了于敏洪的具体作息时间和行踪规律。 他们发现,于敏洪每天早上七点左右,都会出门上班。 8月21日这天,张北和手下四人,提前在于敏洪家楼下的暗处埋伏好,清晨时分,于敏洪依然准时出门上班。 就在他锁好门缸,走出楼道的一瞬间,张北几人突然从墙角冲出,迅速将于敏洪制服,措手不及的于敏洪,猛地被人从背后扑倒在的。 还没有反应过来,发生了什么双手就被歹徒用绳索反绑在了背后,张北一手死死钳制住于敏洪的嘴巴,生怕他发出呼救声。 其他人,则迅速将于敏洪拖入旁边的车里,车门一关,歹徒们终于成功,将于敏洪控制在了手中,进入于敏洪家中的五名歹徒,迅速开始了搜索和洗劫。 他们粗暴地打开每个房间,翻箱倒柜,寻找贵重物品,起居室被整个翻乱,餐具碗碟被粗鲁地置到地上,歹徒在主卧翻出了一个保险箱,很快敲开了锁。 当保险箱打开的一瞬间,里面整整齐齐的一叠叠人民币赫然映入眼帘,歹徒惊喜交加,这数额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。 数完之后,保险箱里整整有二百五十多万现金,获得了这样巨大的赃款,杀人灭口已经是必须了,几个歹徒都是早已杀过人的亡命之徒。 对夺取性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,为了确保永远封住余敏红的嘴,他们拿起准备好的匕首,就想惊恐地余敏红逼近。 余敏红想到自己年迈的母亲和正在上学的女儿,她深感自己,不能就此死去,但歹徒的刀锋已经离她越来越近。 看到劫匪马上就要杀害自己,于敏红彻底慌了,开始求饶,有话好商量。 求你们冷静,我还有钱,只要不杀我都能给你,不用了这笔钱,够我们搁几个花好久,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乱说话,不会的不会的。 只要你们放了我,我绝不会乱说,于敏红疯狂地祈求着,但劫匪并不想听她解释,一步一步走了过来。 当一下,在刀即将划过于敏红脖子的时候,张北阻止了她,随后说到于先生之前帮过我们,在这里我还有一句话想要问她,因为张北戴着头套。 她并不知道是谁只能露出恳求的目光,等待着张北的发问,而张北问出的话,却让于敏红直接面色惨白,贪软在地。 于先生,您想不想要一种体面的死法,张北凶狠地问道,而惊恐的于敏红还来不及回答,张北就迅速拿出一支针管, 直接将里面的大剂量受用麻醉剂推入了于敏红的身体,随后扬长而去,强效的药物很快开始发挥作用,于敏红只觉得全身无力,意识开始模糊, 拼着最后的意识拨打了一个电话,救命,我被绑架了,老杜尼赶快报警,晚了就来不及了。 这是于敏红根据最近通讯录找到的朋友杜梓华的电话,而这话杜梓华吓了一跳,踏踏一边报警,一边开车,跑到了于敏红的家里,车还没停稳,他就飞快地冲了进去,当他来到客厅。 杜梓华被眼前的一幕,惊得目瞪口呆,家里翻箱倒柜的,一片狼藉,地上扔着打碎的花瓶,而于敏红则奄奄一息地躺在地板上,浑身是血,呼吸微弱,看到这个情景,杜梓华心急如焚,立刻拨打了120,没多久,救护车赶到,医护人员迅速进行了急救, 于敏红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,呼吸微弱,脉搏也非常虚弱,医护,人员立即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,同时进行心肺复苏,在救护车上,医生不断检测于敏红的生命体征,并给他注射了肾上腺素和其他药物,以保持血压, 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,于敏红终于恢复了微弱的呼吸和心跳,抵达医院后,于敏红被立即送入急救室,进行全面的抢救,医生对于敏红进行了全身检查,发现,他体内被注入了大剂量的受用麻醉剂, 这本该会直接导致死亡医生判断,绑匪的目的就是要置于敏红于死地,然而幸运的是,在杜紫华的及时报警和医护人员的精湛技术下,于敏红竟然奇迹般地挽回了一命,医生表示,于敏红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,他们会继续全力抢救,让于敏红尽快康复,不过,属于于敏红的威力, 还没有结束,1999年,张北团伙又一次谋划绑架于敏红,他们再次对于敏红的行踪,进行了踩点,确定了绑架的时间和地点,在预定的绑架日,张北带人来到了于敏红的公司附近,就在于敏红准备下班离开的时候,张北团伙准备实施绑架,但是这一次,于敏红提高了警惕, 事先安排了保镖进行保护,就在张北团伙准备动手时,于敏红的保镖及时发现了他们的可疑行迹,并迅速将于敏红保护离开张北的计划,再次落空, 从那次失败的绑架后,张北团伙的行踪就消失了,但于敏红深知张北的凶残,绑架的威胁仍然存在,为了确保安全,从那之后,于敏红每次外出,都会带上多名保镖进行全城保, 互在这七年里,张北的团伙仍然继续着抢劫犯罪,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富裕的商人和高档豪车上,使用各种手段实施抢劫,取得了非法收入, 在多次成功的抢劫犯罪中,张北团伙变得更加狂妄和残忍,2002年张北团伙竟然绑架了,自己当年开渡嫁村的合伙人牛文彪,要挟他交出钱财,牛文彪因为曾与张北有过节,拒绝了他的要求, 张北为了泄愤,不但抢走了牛文彪的全部财产,还将其残忍杀害,无视多年的合伙关系,这桩残忍的绑架杀人案,终于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, 由于牛文彪和张北团伙关系密切,警方通过调查发现了许多线索,经过几年时间的缜密侦查,终于在2005年, 成功抓捕了张北团伙中的五名主要成员,刑法规定,故意杀人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,无期徒刑或死刑, 最终团伙中的四人,都因为故意杀人,和多次抢劫,被法院判处了死刑,立即执行,还有一人,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杀人,侥幸逃脱一死, 像张北这样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,手里沾满了无辜者的血,多次实施抢劫杀人,可以说是罪有应得, 法院判处他死刑,以最严厉的刑法,惩治了这样残忍的罪行,但是在感叹正义得到伸张的同时, 张北团伙多年来疯狂的犯罪,也让人不寒而栗,认识到生活中,随时都可能存在暴力犯罪的危险, 面对张北这样残忍凶悍的歹徒,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,这也提醒人们, 不论你是否富有,不论你身处高档社区还是普通,街区都需要提高安全意识, 注意加强自我防范,非常感谢您观看今天的故事,如果您对历史事件犯罪案件神秘事件, 以及法律案例感兴趣,记得订阅案卷档案频道,以获取更多精彩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请点赞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,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和建议,感谢您的支持。 呢と和您的支持者们分享给因为赢ари実, 您请商量 Mole Carlitos adm SOL 您的支持者们,欢迎订阅这个连续人邪与您的文憎ує持人 Vehír和3D